同样跟动物有关 寒流来袭连高海拔的保育类动物 长宗山羊也不堪低温 去年底在宜兰有山友发现一只长宗山羊 从2000公尺的高山 跑到高度只有850公尺的抹茶山 还躲进厕所里头避寒 原本以为寒流过后 这山羊可能会跑回山上 没有想到在1号下午 其他山友就发现 山羊已经倒在路边 可能是被冻死的 山羊缩在厕所角落 双眼无助 身体还微微发抖 寒流来袭山上接近零度 不止民众有感 连山羊也都受不了下山避寒 看到山羊现机低海拔 宜兰山友捕捉难得景象 却没想到这尽是山羊的最后一面 这只保育类动物长宗山羊 原先生长在2000公尺高山 却在跨年期间不抵寒流带来低温 跑下海拔850公尺的抹茶山避寒 本因为寒流过后 山羊就会返回高山 没想到1号下午 山友发现它已经倒在路边 可能是被冻死 如果说尸体还算完整的话 我们都会倾向把它做动物标本 来作为后续的环境教育推广之用 那如果说整个就是尸体 可能状况比较不好 那我们会做埋制的一个处置 热心山友于心不忍 背着山羊下山就地掩埋 不过领馆处仍呼吁避免碰触野生动物 也提醒游客寒流来袭 可要注意保暖 接下来李克燕一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